三次天前,台湾地区有一颗的强烈寒流的气氛 全省各地的气温突然长一样 这两天,最低气温到达一度多重 加上台北地区年日阴气率更使人有寒冷的感情感 今天是星期六,正是台北街头冷冷的情形 来往的行人穿着厚厚的衣服 还是弯腰缩起的衣,好像挡不住寒流的气氛 这样子说,全省各地的气温还会继续地降下 预计会涨到八度左右 除了各海面的风浪强劲之外,山坡地区也要预防状态 经常热闹的风展会场,今年只有三五分钟 只有卖毛衣以及卖棉袄的商店生命比较好一些 即将肤部队更改变